回到節目現場 剛才其實我們談到 現在外界都在推測 習近平可能正在醞釀 要掀起再新的一波 這個新風邪雨的文化大革命2.0 在請教村民委員之前 我們先來看到現在中國好幾家官媒 他們都這樣瘋狂的轉貼同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標題是這個 說每個人都能夠感受到 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 裡面滿滿都是讚頌 我們來看到他說 這是一場政治變革 人民正在重新成為這場變革的主體 他說資本市場不再成為資本家 一夜暴富的天堂了 也就是說 喝呀人要注意啊 另外還講到說這個紅色回歸 英雄回歸 血性回歸 還有說各類的文學藝術工作者 影視工作者都要下基層 最後一句更讓人聽到 真的是會覺得 有點皮皮剎的感覺 他說這個社會變革 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健康 讓社會主體能夠感到身心愉悅 來自是現在中國官媒 瘋狂在轉貼的文章 村民委員怎麼看 真的會讓人家不寒而栗 想說大家為民主自由打拼到這樣 那中國社會也越來經濟發達 還有相關的這些食衣住行也都很完備 但是現在你不能喜歡你喜歡的 你的思想要受到審查你的言論你的行為都要受到管控 整個整肅的手可能就是要越抓越緊了 會伸到每個行業去或者每個環境去 真的是會讓人家反覺得是害怕然後痛心 因為我覺得世界上這個追求自由追求民主是每個人大家都有的 我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共享民主自由 不會說獨會於我們自己 但是看到中國這樣子 其實真的不只是倒退了 我想這個是更可怕 那他針對一些所謂的紀錄有紀錄不佳的 或者形象不佳的藝人去做一些整肅 我覺得他主要是在試水溫 就是說我今天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看看輿論自不支持 然後社會自不支持 如果支持的話 因為他有所謂的一個正當性 就是說這些人我給你貼一個標籤 你的形象不好 你的紀錄不佳 你有什麼性侵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行為 但是這個有他形式上或者他法律上應該承擔的責任 但是政府要不要在這個部分去做整肅 他如果說我今天把他做一個整肅 然後得到社會的支持 那他會更毫無忌憚 就是說那我將來看不順眼 或者我覺得我要來親近 讓我的社會更加健康 讓社會主體能夠感到身心愉悅 這兩個標語在那邊 你就無所不用其極 什麼事我都可以讓社會更加健康 來做整肅 來做一些相關的一些批判 甚至下基層 聽到這個就是要下方要勞改 所以我想真的 我們不只是說在 我們不是 這是惡靈居 我們不只是對抗 但是我們也希望在那邊生活的中國人 朋友 大家有一個是可以安全的 我的思想 我的心靈什麼 我是可以不要受限制的 這是人類基本存在的價值 你拚成這樣你國家再怎麼強大你的人民 沒有這些基本的自由 我覺得都毫無意義 真的 現在中國真的很多類型的人都要擔心 違約 好人也愛歡樂 明星太宏也不行 然後粉絲追星 這是基本的娛樂 也通通都不可以 包括連這個打這個手機遊戲 網路遊戲也被規定 只有五六日可以玩一個小時 怎麼會這樣子 獨裁國家領導人有兩房 兩房就兩個房子 這個生前防篡權 死後防清算 所以剛剛講文化大革命 這個是不是有2.0 或者出現這個1966到1976 影響中國歷史上文化大革命 我覺得是講得有點恐怖了 大概唸過中共黨史人就知道 為什麼毛澤東在1966到1976 發動文化大革命 他因為擔心自己的權力被喪失 因為他在1958年搞那三面紅旗大躍進 亂搞一通 這個三年多的大饑荒 死了三四千萬人 這個會被清算 會震你攻擊 所以他為了要防止他的權位被篡奪 他的地位被削弱 所以他發動這種文化大革命 學生可以批判老師 燒教堂 燒書 子女這個批判他的父母 把所有的社會國家的淪場全部破壞 這是心風血雨 所以為什麼很多這個研究中共黨的人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為什麼毛澤東要發動 這個文化大革命 就是他對權力喪失的恐懼 利用這個文化大革命把他全部搗亂了 重新再來 也把他藉由這次文化大革命把他所有政理一次 把他殲滅了 所以胡耀邦在1981年上來的時候 他做一個重要的決議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 他對文化大革命做了這種批判 是因為由領導人發動 受到反革命團體的 這些聳動 對國家黨人民造成非常嚴重的傷害 所以這個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很清楚嘛 那回過頭來看我們的這個 習近平是不是剛經過北戴河會議 那知道北戴河會議剛開完嘛 那開始有一些對社會整肅 或者加強對社會管制的這個力道 但目前為止 我就是針對特殊的族群 比方說演藝人員 比方說這個高科技的 或者是非常有錢的這些富豪 他為了要實現他的這個所謂中國夢 要達到小空社會 那一方面透過高強度的社會維穩 社會管控 讓一些局部的混亂狀況能夠控制 因為有一些區有一些政 有一些事有局部動亂 他就被壓下來 所以只有靠黨的力量用國家機器 用把這個對社會管控 國家管控 人民管控的強度把它拉高 然後維穩之後 他才能繼續在這個所謂 國家領導人位置 繼續待下去 因為他說他要實現他中國夢 他也擔心說他的把貪腐 疏慮那麼多的敵人 萬一他失勢 有一陣子說好像汪洋要取代他 那看起來好像又沒有了 萬一他失勢 他所有的 他的作為就會被清算了 對不對 萬一他的所有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過去所做的一些政績 如果做得不好 後面已經清算他 下場就很慘 所以他的心態有點像是1966年之前的這個毛澤東 為了要保護他的權力 但他採取的作法 應當不會像毛澤東那麼慘烈 採取到這個把全國 文化大革命是心風血雨 左右淪常 我覺得中國大概不會落入那一種恐怖的情境 如果落入那種恐怖的情境 我們桌邊國家都要很小心 都很恐怖 那我覺得他目前還是從法治面 從他的這個權力的領導的核心裡面 去鞏固他的社會地位 然後營造他的這個個人的威望 所以為什麼要習思想 全國的所有的學校都要學習思想 思想控制嘛 思想控制之外 你把他洗腦 哇 你就是這個國家最強領導人 中國沒有你不行 第二個 循環管控 你有一些這個富豪階級 我就可以打 這些比較貧窮階級的 這些中國比較底層的人民 看就很開心 營業人員風光風光光 一天大晚吃二玩樂 然後那麼多的金錢 我就把你整治 我就把你做一些治理 那就會贏得到社會的比較下面 這些基層支持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有腦筋的 他還是有戰略的 所有戰略核心就是 確保他的權力不會被架空 確保他能夠繼續當中國國家領導人 來 習近平的這一些作為 也要請教溫大哥怎麼看 一下打擊有錢人 馬雲消失了好長一段時間 現在又是趙薇遭殃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習近平的整肅議題 其實也不是從今天開始 我們看當時薄熙來 薄熙來為什麼被整肅 很多人都不知道 薄熙來因為國民黨的主席 當時的主席吳伯雄 去四川拜會他 兩個人在那邊坐的時候 薄公稱他為中國未來的馬英九 馬英九那時候當總統 哇 這句話一出 薄熙來沒多久就出事了 你怎麼可以我還在當這個這個 國家主席的時候 既然對岸的國民黨主席來稱 你是中國未來的馬英九 所以最近薄熙來聽說已經死在獄中了 那這個是第一波 第二波就是槍桿子 他抓槍桿子 他把江澤民當時這些 摘培的這些將軍族一個一個剷除 包括死後也鞭尸 因為共產黨只有相信槍桿子出政權了 好了 文的 武的 然後再來就是財經嘛 阿里巴巴 馬英 馬英聽說是江澤民後 後面是他的老闆等等 這些是有錢嘛 然後再來就是趙薇嘛 對 趙薇這個是這個是舊的靶字啦 為什麼 因為他早在二十年前穿了一個日本的軍服 然後就猶辱國體 這麼久的事咧 對 這電腦檔案都在留著 各位要瞭解 共產黨對於歷史是最瞭解的 所以剛剛一直提到文革文革 我不得不推薦這本書 這本書就叫從前從前有個紅衛兵 這本書原名叫《天酬》 五十年前 台大的一個學生 他是從中國那邊游泳到台大來念電機系 畢業之後到了美國深造 《天酬》這本書在五十年前 深刻的刻畫了當時文革的產列 剛剛提到的說 這些有的沒的 其實就是毛澤東 因為三千萬人頭落地 人家清算他 他就發動 比較這些年輕人組成 在四人幫之下變成紅衛兵 然後造反有理 然後就是打擊了像周恩來 周恩來就是沒事 這個國家主席啊 全部都被 幾乎包括鄧小平都被清算 你會瞭解說 習近平當時就是紅衛兵啊 各位大概都忘掉 習近平當時他 他 他爸爸是習仲勳 習仲勳當過周恩來的秘書 所以他可以全身而退 他就回到他爸爸的老家那邊蹲點 那附近剛好又有個王岐山 結果王岐山現在變成國家副主席 這兩個當時都是下放的 紅衛兵 你就瞭解說現在的整個氛圍啊 你只要再看一看過去文革 那興風雪雨的十年 從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 我們臺灣真的要感謝中共發生文革十年 我們才突飛猛進 我們今天才能夠立於IT大國 立於說一個算是高科技產業國 文革十年他們是關門打狗啊 整個變成是這個竹竹林裡面 竹牆裡面 在裡面在那邊鬥到你看 破四舊 剛剛劈孔陽秦 然後呢 這個這個紅五列 黑五列 到現在他們還有分耶 所以他們這些黨 黨的裡面的 這些太子黨叫什麼 根正苗洪 他們強調的是他的血統耶 各位要瞭解中共 其實你就 你只要想一想 北韓跟俄羅斯就好了嘛 普丁 總統幹完幹總理 總理幹完幹總統 變成一輩子幹 北韓呢 金 金氏王朝第三代 中國啦 現在 習家第一代開始了 所以一邊一國啦 我們不敢國啦 阿強我小阿強阿強阿強啦 你走你的對不對 你的獨裁的大陸嘛 跟臺灣根本沒有關係的 但是要瞭解 特別這是習近平 他們這些文革2.0版更可怕 因為他們並沒有像毛澤東那麼精明 他們的所謂極為著劣 可以說外面的人一看就知道 習近平用盡所有的方法就是要鞏固他的皇帝夢 現在中國的影視圈是趙薇全面被封殺 他過去的作品現在在中國通通找不到了 下一個會輪到的是哪一位中國藝人 現在中國影視圈真的是人心惶惶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們國內的政壇 國民黨現在是忙著黨魁大戰 不同一時間 民進黨的好感度跟蔡政府的信任度 是雙雙上升 那國民黨的現任黨主席張啟臣就酸言酸語 他說蔡英文的滿意度 是用800多條人命換來的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稍後回來一起來討論